上个视频我们解锁了金星结合点 这个视频我们来进行精通段位2的测试 今天属这个信号第二天等 每次当中我都会获得每日限礼 每日限礼都有机率获得各种折扣 大家不要忘记一起使用 我们先将解锁金星结合点获得的虚空遗物模组 装到虚空的遗物控制台上 在这里你可以查看你所有的虚空遗物 并可以使用虚空空体对它们进行升级 军通段位2的测试 需要我们用副武器见面三波来放的敌人 所以在测试开始前 装备上你等级最高的副武器 并对它进行配卡 所有准备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菜单 进行精通段位提升了 第一波我们只需要使用副武器 杀死3名敌人即可以通过 波子结束后会有5秒的等待时间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给子弹上膛 第二波需要我们使用副武器击杀5名敌人 第三波需要我们使用副武器击杀8名敌人 第二波需要我们使用副武器击杀8名敌人 标击杀8名敌人 测试 主要是 交易的使用权 也就是说 在此以后 我们可以同玩家进行交易了 还会奖励我们配置曹卫加一 每日声望上线加500 基础MOD容量加一 虚空光体的储存量加50 回到飞船以后 还会通过游角 奖励我们装饰品 白银请者精通试版